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加油儿女友情蜕变,杨子为张艺山送祝福,粉丝期待由浩然新作表现。 杨子和张艺山作为加油儿女同心,如今在演艺圈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杨子成为一线小花,张艺山则是实力派演员。 游浩然虽然发展平平,但将出演加油儿女延续剧,令人期待。 他们的友情历经时间考验,越发珍贵。 期待他们未来更辉煌的成就。 杨子的祝福如春风拂面,加油儿女中的小雪和流星, 这对曾经的荧幕姐弟,如今在各自的演艺道路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他们的友情,就像那杯老酒,月沉月香,历久迷心。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杨子没有忘记为张艺山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这份情意,真是让人感动。 杨子,那个饰演下雪的演员,如今已经是一线当红小花, 她的演技与颜值并存,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而张艺山,凭借刘星一角深入人心, 她的演技精湛,成为了实力派演员的代表。 他们在娱乐圈中,用实力和才华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也赢得了无数粉丝的支持和喜爱。 相比之下,同为加油儿女同兴的尤浩然, 近年来却发展平平,体重和外貌的变化让她受到了一些质疑, 演技也未能得到广泛的认可。 但是,最近传出她将出演加油儿女延续剧的消息, 让粉丝们看到了她的潜力, 也期待她在新的作品中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加油儿女的姐弟情谊,是我们永远都值得珍惜和祝福的。 无论是杨子还是张艺山, 她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在演艺道路上不断努力, 也让我们看到了友情的力量。 希望她们能够一直保持这份情意, 也期待她们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加油儿女在聚首。 网友期待的不只是回忆, 更是成长的见证。 加油儿女主演杨子和张艺山再次合作引发回忆, 由浩然也有新动态。 娱乐圈的明星们经历挑战和选择, 坚持和努力成就梦想。 期待她们更多合作, 共同书写美好故事。 当我们说起加油儿女,脑海中自然浮现出三个活泼可爱的身影。 如今,杨子和张艺山再次以深情的祝福, 唤起了我们对那段纯真岁月的回忆。 但在这温馨的场景背后, 是我们对成长的复杂情感和对梦想的无限追问。 杨子,一个凭借才华和美貌在演艺圈独树一帜的女神, 张艺山,用她独特的魅力和不凡的演技征服观众的实力派。 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告诉我们, 童星并非注定要被时光抛弃, 而是可以成为更加耀眼的明星。 然而,游浩然的故事似乎有些不同。 曾经的那个小家伙, 因为外形和体重的变化, 以及未能得到广泛认可的演技, 似乎与娱乐圈的距离越来越远。 但是, 最近关于她将出演《家有儿女》延续剧的消息, 让网友们激动不已, 仿佛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即将回归我们的视线。 这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重剧, 更是一次关于成长, 关于梦想, 关于坚持的深刻启示。 每一个在娱乐圈打拼的人, 都在经历着不同的挑战和选择。 成功的背后, 是无数次的失败和坚持, 而渐航渐远, 也可能是为了更好的归来。 我们期待着三小只的更多合作, 不仅仅因为他们曾给予我们的欢笑, 更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娱乐圈, 每个人都在书写着自己的故事, 而我们也在期待着每一个美好的可能。 所以, 让我们一起为杨子和张艺山的友情点赞, 为尤浩然的归队欢呼, 为我们共同的成长记忆干杯。 娱乐圈的故事还在继续, 而我们也将是这个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